你们可以去找其他书籍 其他书籍都会另外产生一个location list 可是你会发现城市就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直接这一题我是比较简单 就是把activity imprimates location list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加入一个list就可以了 所以取得这相关的讯息之后的话 再来取得坐标 那取得坐标的部分的话 会有一个location回传 所以呢我们用这一个 M manager 他的什么呢 get 什么呢 last 最新的所取得location 然后从哪里呢 从GPS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这样 从哪里呢 从GPS取得到了最新的讯息之后的话 最新的坐标之后 然后传给什么呢 传给前面的location 所以呢我们底下实做之后 才有办法取得这个location 也就是说前面那个location list 是我不断在想要知道location 那刚刚这些程式主要是从GPS取得最新的放到location里面去 那我们才会知道最新的这个坐标 应该聊的意思吧 试一下就知道了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如果location不等于NOR 就是里面如果没有 就是如果不等于NOR的话 那我们就unlocation change 然后再把这个location放进 那unlocation change的话 那我们就会触发什么 就是底下这个部分 unlocation unlocation change change之后呢 就会把location传进来 应该试试看就知道了 刚刚的动作是要取得坐标 那后面这个地方就是 坐标有更新之后 我要判断是不是在里面 如果说你这些程式写完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DDMS里面 传送一个 这地方GPS里面呢 传送剩一个 这一个longitude或laditude呢 传送过去 传送过去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模拟器 不过特别注意哦 因为我们这一题的 这个版本是 我们用的是 这个API S 2.1的版本 所以你在模拟器里面 特别重要 请你把刚刚的模拟器关闭 然后呢 点一下2.1有没有 把它edit一下 请你把target的部分 本来是指向 Android 2.1的版本 对不对 请你把它改成这个 下面这个 不然的话 你这个程式写完之后 你也无法执行 因为它有API S 的library 你也要给它一个模拟器 里面也有 Google API S 否则你没办法执行哦 那你们要怎么run 这辈子要 直接把刚刚的模拟器关闭 然后点这边一下 按一个edit 请你把target改一下 改成G 这个API S 这个版本 按一个edit 然后再重新再 把它重新start一下 就跑起来 才可以run 才可以run OK 那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那你run起来 有没有API的版本 的模拟器 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如果你有看到Maps 才是有API S的版本 OK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哦 感谢观看 谢谢